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大高雄有哪些重点新闻 2014六龟观光文化季开跑 今年增加骑单车有六龟活动 还可以自己做昂骨粿 节目内容超丰富 目前被市府列为老树保护的谢家古厕 老杨桃树已经170岁 生命力还是超旺盛 不但结实累累更是居民 从小到大的童年回忆 刚刚让疫情爆发 市府引进海水来灭蚊的方式 控制病蚊蚊 处长说一定有效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关心 2014龟王观光文化季 即将在这个周末开跑咯 活动今年迈入了第三年 除了一定会邀请民众来击乎之外 也会像是骑单车游六龟 或是茶艺师傅现场表演茶艺 请游客喝茶等等 而为了这个活动 今天也先行举办记者会 祈福高雄每一年都可以平安顺利 穿上DIYQ版乌龟舞衣 大跳热舞 还有六位高中 合唱团的天类歌声 出发家现场辉豪 小小茶艺师专注表演茶艺 民众超惊艳 对啊对啊让我蛮有那种新鲜感 对很压抑说 那么小的小朋友他们的那个茶艺蛮厉害的 拿起龟印将做好的红色糯米 用力挤压成型 民政局长带头为大家示范 昂不贵做法 帮活动起龟 祈福 祈平安 第三年的我们的龟王的文化季 能够带动我们地方的观光的发展 所以我们今年呢 一样在11月15号16号两天 来举办我们的龟王观光文化季 那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文化季的举办 能够带动我们地方产业 以及农特产的行销 2014龟王观光文化季 即将在周末开跑 今年迈入第三年 活动一年比一年丰富 朱亭以六规新起点出发 将活动导入祈福的意向 也会加入骑单车逍遥游六规 欢迎大家到六规享受慢活好时光 港独新闻许富天杨小涵采访报导 接着将镜头转到左营 左营区的谢家古厕 旁边有一棵老杨桃树 目前被市府列为老树保护 推估有170岁了 据当地居民说 谢家古厕盖了几年 这家杨桃树就有多久 杨桃树虽然树干已经掏空了 但是生命力旺盛 结出的杨桃果实有很多 是附近居民从小玩到大的童年回忆 地上杨桃果实从哪里来 行着轨迹走来 原来是来自一旁这棵百年杨桃树 位在谢家古厕旁的这棵杨桃树 目前被政府列为老树保护 推估有170岁了 据当地居民说 古厕盖了有多久 这棵老杨桃树就有多老 这个老杨桃除了结出果实 工人采食 更是附近居民的童年回忆 小时候常常爬上去栽 可是也摔了好几次 然后这个杨桃树它本身不是 像我们在吃的那种甜的 它是酸的 专门在做蜜饯 还有做那个杨桃汤的那个 那个杨桃 它是属于酸的 那几乎它是一年四季 都可以采收这样子 这张杨桃树是和这间世质的座树 是有生命共同体 200多年的历史 有这个座树就有这张杨桃树 有这张杨桃树就有那个锅树 总共有200多年 这张杨桃树 早期是很多人 因为这个杨桃是生的 所以如果要做杨桃汤 就要来这 把这张杨桃树的杨桃 等于来浸那种生的杨桃圆树 老杨桃虽然树干已经掏空了 但生命力依旧枉盛 不但毅力近200年 结出的果实 更是当地居民炸杨桃汁的绝佳原料 陪伴当地居民从小到大 老杨桃树要凭着他的生命任性 守护左营地区 世世代代 港费新闻 肖红瀚和吴雅婷采访报道 最近天气变冷了 很多人都会选择吃火锅 来暖胃补补身体 市府卫生局抽验羊肉片 发现高雄一家上游业者 利用低价的猪肉混在羊肉里 做成羊肉卷贩售 也就是说羊肉根本不是百分之百羊肉 业者为了抹取暴力 欺骗的行为 让不少消费者都失去信心 冬天进补 许多民众就爱吃羊肉炉 却发现不肖业者为了抹取暴力 用低价猪肉混在羊肉里 做成羊肉卷 羊肉根本不是百分百羊肉 欺骗消费者 这些假羊肉流串全台 卖给了117家 评价火锅店还有夜市摊商 有些厂商甚至使用羊油冒充 卫生局大动作抽查 就是要给大家吃得安心 猪的DNA的讯号 跟羊的DNA的讯号的数值 是接近的 也就是混合的比例 大概百分之一比一的一个方式 来做混合 依照我们食安法的规定 你的食品具餐尾跟假冒 就是有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另外呢 法院也可以依法来做 病科800万以下的罚金 羊肉炸钱来得比猪肉高 业者为了降低成本 不顾民众健康 将羊肉摻进猪肉贩售 消费者时不安心 卫生局也大动作 持续抽烟为消费者把关 港独新闻许富天杨小涵 采访报导 再来带您关心登格热的议题 高雄市登格热疫情 飙迫1万大关 许多市民朋友都感到非常恐慌 市府卫生单位 也加强喷药消灭蚊虫 但不管成效如何 已经让许多民众感到惊恐 也引来了议员的批评声浪 出现超大的百线斑纹 仔细一看 不难发现嘴上还用吸管 吸住骷髅头 就是要严于市府面纹成效不张 感染人数破万人 高雄市政府是怎么样来做防疫工作 到最后导致我们整个登格热的大爆发 一发不可收拾 成为全台最恐怖的一个城市 防疫团队加强街头喷药 因为高雄市今年的登格热疫情失控 感染人数已经飙迫1万大关 尽管市府团队面文动作评评 依旧有不少居民纳闷 喷药成效 质疑效果到底能发挥多少 38区里头有33区 现在都有登格热的案例了 我们隔壁的屏东跟台南 也一样跟我们天气的状况差不多 屏东150个例子 登格热的案例 台南91个 高雄市直到昨天 1万0101个案例 这样子的状况 让我们所有的高雄市市民 疲于奔命 有市民告诉我 议员 我10月27号 我家才刚喷过而已 高雄市政府告诉我 11月5号又要来我家喷 可不可以不要喷了 真的有效吗 有一位退休的市政府的 卫生局的官员 他昨天就在网络上形容 这是骗效的 都说这是骗效的 因为登格热的病霉文 是埃及班文与白线班文 生长的环境呢 是干净的水 那么水沟里面呢 它的水生长的加纹 跟这些草纹 因此呢 防治这些登格热的重点 还是最重要的是要清除 积水容器轮胎 尤其是万年轻的这个根部 种种的证据 跟资料都显示了 市政府对于登格热的防疫 是毫无章法 批评引用海水 防治登格热的处理方式 太离谱 议员们炮轰 是不是想法太过异想天开 要求市府团队通盘检讨 揪出疫情的主因 并有效的控制 接下来可能再度失控的感染人数 港独新闻笑话杨小涵 三方报道 高雄市登格热疫情大爆发 该怎么办 三民区首先引进海水灭纹的方式 来控制并没纹 实验结果 解决死亡率高达99% 对此疾管处长蔡武雄就表示 解决是没有办法在海水里面存活的 所以有信心可以在第一时间 扑灭并没纹 传者工作服防疫团队来回 坑洒药水每一个角落统统不放过 大动作消灭登格热并没纹 只是对疫情有帮助就好了 这塑料盆因为现在蜂蜂很多 使人聚定到的治愈症很高 高雄市到10号为止 已经有一万多例本土登格热病例 市府不敢大意 第一时间完成防疫措施 先在三民区进行社区实地试验 引来海水来面文做实验 处长说实验对照下来 预期效果很乐观 决绝是没有办法在海水里面存活的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尝试 绝对是有效 绝对是有效的 这个就是在外国的实验也是绝对有效 研度主要是 觉得不超过20% 社区实地试验 解决死亡率达到99% 最终目标市府乐见 卫生局大动作先在三民区定点试验 面文动作未来不排除 扩大到大高雄 市民朋友也要一起维护居家环境 来降低并没文存活率 港洲新闻许富天杨小涵 采访报导 骑车戴安全帽 有效降低事故伤害 骑车因两转式左转 防止车祸事故发生 生命成可贵 骑车巨当低头足 生命无法冻结 安全才是最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骑车鱼 这个画喔 画得实在太真的 拔刀 有 2 3 超大的喔 有没有 想体验高雄的民俗文化吗 想了解高雄最在地的生活吗 好重喔 跟着镜头 我们将带您一起探索高雄 周一到周五晚间六点半 尽情锁定高雄市公用频道CH3 全新的高雄38条通等你喔 人家说台南人跟鱼鱼 万行都看一看 其实是五回啦 台南人对时间相当求 肉厂就要慢慢熬 那如果擦鱼鱼 就要筋肥才好吃 台南的公车也同样 家帮路线 我们会慢慢的熬 那如果方便尊息可不够好 现在就要让大家看到 台南的公车有很多双 人客好出头 中心好生活 好 这不敢有人说 你和市场很感兴 谢谢潘伯萱 老师也许 谢谢贝罗老师 谢谢薯波老师 谢谢薯波老师 如果没有詹勋李老师 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是肖静腾 每个孩子都该拥有机会 和我一样遇见一位 翻转一生的好老师 在台湾还有超过18万名学童 因缴不出学杂费 而无法安心上学 请和我一起 帮助他们继续学习 遇见不同的未来 欢迎回到港都新闻 能够用自己的双手 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 是一件幸福的事 在左营区的自由黄昏市场 就有一摊专卖烤鸭的摊位 这家店的老板娘 原本房子面临被法胎 生活差点就过不下去了 索性参加劳工局 殉旧中心的创业计划 现在卖烤鸭的收入 变得更稳定了 用俐落的刀法 将烤的金黄酥脆的烤鸭 切成等份大小 再依照客人的需求装盘 她是老板娘黄宝珍 对于可以参加劳工局 殉旧中心的创业体验计划 成功开店 她心存感激 当然有啊 因为之前是没有工作 没有做生意的话 当然要支出一些有的没有的 是没有办法支出 最近来这边半年 一些生活所需 一些费用是有解散 有解那个比较好一点 原先因为房子抵押贷款 无力偿还 最后辗转变成低收入户的黄宝珍 对于生活感到没有希望 直到参加了劳工局举办的 时尚小铺创业体验计划 拥有专业的团队协助辅导 学习到烤鸭的技术 进而到市场摆摊 生活才渐渐有了起色 那这个计划就是鼓励我们这些 弱势的劳工朋友 除了去就业以外 那如果你有创业的意愿 那希望透过创业这个部分 来圆梦的话 那我们有专业的辅导团队 那来帮忙你 那当然在创业的过程中 最重要两项 一个就是我们的行销技巧 跟通路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产品 那这两个部分 我们都可以来帮忙他 现在黄宝珍不只是一家 烤鸭摊位的老板娘 创业7个月以来 因为努力也赢得了好口碑 甚至遇过客人一口气订 500只鸭翅的肯定 让他的收入稳定之外 也更有自信心 港湾讯黄泉 周福庆采访报道 同样是来自左营的新闻 位在左营区的谢家古厕 从清朝年间新建至今 已经快要200年了 这间古厕是当时在地 名门望族的住所 建筑材料 也多是从中国大陆运送来的 风光一时 不过如今事过境迁 昔日的盛景不在 古厕内的古董文物 也失窃了好几回 目前谢家子孙 希望古厕能够被列为古迹 好好的保存下去 谢家古厕 高雄城市里难得一见的 传统三科院 红色砖墙成建筑主体 两侧有护隆 拼堂中央供奉的是佛祖菩萨 与历代祖先 高挑的木梁结构搭配 香金箔的雕刻装饰 一旁的古老木门 上头还相有八卦型的门款 虽然斑驳老旧 但依旧可以想象 当时名门释迦的担跨盛景 这在台中文贵 都从旁边来 旁边来 还有云来 在台中有做个禁止 所以我们现在 他以前的年来 有做过冬过去 现在我们新主 白人的新主 都放在土丘 我们新主 放在这边 因为他有做冬 所以昨天 都放在这边 早期的谢家 在当时是高雄的 名门望族 门第世家 历代家族成员里 更有重镜式的 当官的 而今生成功的 就不胜美举了 如今事过境迁 古厕历经洗劫 当年的风采不再了 目前还有一部分的 谢家子孙 居住在古厕周边 他们希望古厕 能被列为古蹟 好利于修复保存 这一栋古厕 因为在台湾的话 能够保存60年到80年以上的房子 都不容易 何况这个房子 从道光盖到现在 将近有200年的历史 那我是希望说 把它列入古蹟这样子 那等于说 因为目前的那个连外道路 过于狭窄 那我是希望说 因为我们旁边有一条 那个六米的计划道路 希望市政府能够说 争取 尽量早一点把它开闭这样子 推开门院外头是片光亮 原本的庭圆后月 现在杂草丛生 无人看管 风水轮转 即使过去的繁华不再 谢家人仍希望古厕 能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 邁向下个百年 港部新闻 沙皇和吴雅婷采访报道 接下来带您去轻松一下 位在前镇区的经贸大楼里 隐藏了一间咖啡店 跟其他咖啡店不一样的是 店内卖的不只是艺术简餐 而是分享生活应有的休闲和品味 现在就让我们一块去品尝一下 隐藏在大楼里的洋品文化 非熟门熟路 还真的不知道这边隐藏了一间 艺文展览室 里头都是店长追求 生活品味的收藏 有雕塑 画作 每一件都是当代艺术家的精心创作 就是我想就是他本身对艺术 还有对我们本土艺术家的一个 就是鼓励还有乐爱 所以他就是我们目前的那个 都是以本土艺术家为主的一个作品 特别的是展览空间 会传来阵阵的咖啡香 原来懂得生活的店长 希望为忙碌的都市人 营造一处忙里偷闲的空间 本国之余能找时间放慢脚步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空间 就是一个包厢的空间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那边做一些 讨论或是开会的一个空间 你不一定进来 你是我要买图 我要买这些东西我才能进来 就是说你进来你可以很自然的 就是欣赏到这些艺术品 然后对就是用一个纯欣赏的眼光 让你艺术走进你的生活 让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 也许是空间营造出独特的氛围 让人可以暂时放下工作的压力 和生活的烦扰 和杯咖啡 吸赏艺术创作 享受片刻悠闲 生活中的小确幸 就是那么简单 港都新闻周父亲王一群 采访报导 最近大高雄有哪些艺术活动呢 让我们一起参考港都生活讯息 嘿嘿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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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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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高雄台南屏東地區多雲石英 氣溫是20到29度 南投台中彰化雲林嘉育地區 多雲石英短暫雨 氣溫是18到26度 台北吉隆桃重苗地區 英石多雲短暫雨 氣溫是18到22度 宜蘭花蓮台東澎湖金門馬祖地區 英短暫雨 氣溫是16到25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督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我們下期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骑车戴安全帽有效降低事故伤害 骑车因两段式左转防止车祸事故发生 生命尘可贵 骑车巨当低头足 生命无法冻结 安全才是最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實是五歲啦 台南人對時間相當求 肉粥就要慢慢熬 要如果炒鮮魚 就要筋灰才好吃 台南的公車也一樣 車斑路線 我們會慢慢的加 要如果方便遵時刻骨好 現在就要讓大家看得到 台南的公車有很多山 人客好出頭 鄉親好生活 這不是有人說 你和市長這麼感人 沒過急是人感人 隨便說 你確定是否X면 或死亡 換愛 以lando 汝 生吟 於 mik 我是李佳投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家 在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国家 有这种样子的全民保险 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 像是有干净的水盒 有衣服可以穿 在许多贫穷的国家 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 更别说医疗照顾 请珍惜台湾健保 健保有理真好 陆主 我带你去骑肠老街走走 你又忘记系安全带了 是 去吃好吃的鸡鸡鸡咯 怎么走这么慢啊 这样不行啦 系机车应该要心理让行人啊 这是礼貌 也是必须遵守的交通秩序 我知道了 骑车带安全帽 有效降低事故伤害 骑车阴两转式左转 防止车祸事故发生 生命成可贵 骑车巨当低头足 生命无法冻结 安全才是最美 哇 新家哦 妈 上车吧 骑车她洗了的时候 常常让我烦恼 所以我一定把她拦掉掉 希望让她最好的保护 她说现在她大了 我让她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哦 我知道 她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紧扣幸福的依赖 乘车请系安全带